大家好,我们是雅兴绣坊 今天我们来学习格子系列的勾拖鞋 因为我们这一系列的拖鞋比较多 勾边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看着格子来换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来统一学习 我们在勾边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四股奶棉线 全部都是起七针 如果是稍微细一点的宝宝线 我们可以起九针 如果起九针的话 我们可以拿一支笔 把第一排和第二排直接把它滑掉 从第三排开始勾就可以了 我们的格子系列呢 今天全部都是勾成人的 如果是勾儿童的 我们相应的剪掉两针 也就是把左边和右边滑掉 只留中间的五针也是可以的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学习一下 今天我们用的是秀斯雅的四股奶棉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纸 我们针对第一排就换颜色的这种图纸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勾边 像这一款是第一针 第二针开始就换颜色了 像这一种呢 是两针以后换颜色 像这一类的是中间换颜色 中间换颜色的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 像这一类的是中间呢 换了两针 这种的勾边方式方法呢 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学习如何换色 来学习第一排 我们还是找到中心点 第一针 随便用一个线头 勾过来做记号 然后我们拿出毛线 来量一下鞋底 一个鞋底的长度 两个鞋底的长度 然后对折 我们中间这一针呢 是第四针 我们找到固定针的位置 我们来数一下 这是第四针 空一针 第三针 空一针 第二针 空一针 第一针 第一针以后 空两针 在第三针的位置 穿针过去 把线勾出来 然后再把长线勾过来 固定 拉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纸 今天呢 我们是以起七针为例 如果大家的是细一点的宝宝线 我们可以起九针 起九针的时候呢 就把第一排和第二排滑掉 然后我们直接从第三排的九针开始勾边就可以了 如果是宝宝的 我们是起五针 起五针的话 我们前面再加一排 或者是把两边分别剪掉一排 都是可以的 方式方式方法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起针的针数有所不同 今天呢 我们是以起七针为例 我们先控两针 一二 第三个孔内穿针过去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第一排呢 是勾长针 长针呢 是第一步先绕线 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拿起来的方式 小拇指绕线 食指称开 注意一下 这样的称起来 好勾一些 然后绕线 由下往上绕 空两个孔 在第三个孔内穿针过去 把线勾过来 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再四条线 穿入同一个孔内 勾线 一定要记住 是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这样才是完整的一针 也就是一针 是由两个长针组成的 这里再注意一下 当我们最后二并一的时候 我们把钩针倒回去 针上面有两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拿出第二个颜色 如果我们是钩两针以后换色呢 我们这里就再勾一针 一定记住的是 下一次换色的时候 两针的时候 把线直接挂在针上 然后勾过来 短线压长线 我们继续绕线 空一个孔 在下一个孔内 一定要记住 只有对边上是空两个孔 中间都是空一个孔 第一个孔 第二个孔内插针过去 然后所有的毛线全部都是在钩针的上面 把线勾出来 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再次绕线 勾线 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这样子两针就完成了 绕线 每一次都要空一个孔 在下一个孔内串针过去 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绕线 下一个孔内 勾线 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这样子我们三针就勾好了 现在要勾第四针了 把做记号的线头抽掉 绕线 空一个孔 下一个孔内 一个长针 同一个孔内 同一个孔内 第二个长针 再绕线 再空一针 下一个孔内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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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压在底下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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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孔内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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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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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 线 线 二变一的时候,把下一个颜色拿出来 大家记住这个要点就可以了 然后继续绕线,空一个孔,下一个孔内穿针过去 一个长针 同一个孔内再勾一次 然后,我们刚才右手边是空了两个孔 现在我们也是空两个孔 一,二,第三个孔内穿针过去 把线勾过来 两个线圈并为一个线圈 然后把我们的短的控制线拉过来 好,拉紧 这样子我们第一排就勾好了 这里我们再次讲解一下 就是每一次换颜色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前面二变一的时候 就要换成下面的一个颜色 不论是两针或者是中间换颜色 都是一模一样的方式 大家懂得换线的方式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 我们图纸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这种是七针 就是头和尾 是一个颜色 中间五针是一个颜色 另外我们两边的固定针是不在图纸上面的 一定要记住 像这类的是两针 记得换线的时候 在我们二变一的时候 换其他的颜色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勾第二排 先把线拉过来 找到相邻的这个孔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固定针 以及第一针 都是勾在我们的小便针内 先把线勾过来 同时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拉过来的这根线 三根手指在里面 可以来回滑动才可以 不然我们的鞋面就太低了 先勾一针过来固定 然后再勾第一针 绕线 勾针插入 我们看一下 第一针旁边的小便针 小便针就是我们上写的这一圈 不是这个大孔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插错的位置 相邻的第一个小便针内 把线勾出来 前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从第二排开始 我们要勾蜂窝针了 蜂窝针就是先绕线 插入同一个孔内 把线勾出来 然后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合在一起了 然后绕线 勾针插入下面的两针中间的小便针 把线勾出来 这个时候针针 这个时候针上面有五个线圈 这个时候针上面有五个线圈 五个线圈的时候呢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我们再次绕线 插入同一个孔内 把线勾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的第一针和第二针就勾完了 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拿出另外的颜色 挂在针上 注意一下 挂线的方式 由后朝前 然后穿入下一个孔内 小便针内 一定记住是小便针内 然后 五个线圈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绕线 插入同一个孔内 然后我们继续绕线 插入下一个小便针内 也就是第一排 我们在勾针的时候 每次都是空的一个小便针 就是为第二排做准备的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后面二并一 我们第一排的勾边方式方法呢 和后面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前面几排 大家一定要是慢慢的看一下 如果没看懂 就把视频再次倒回去 我们在勾蜂窝针的时候 换颜色呢 就是前面四并一的时候 勾过来 二并一的时候勾过来 然后再第二次 把线勾过来 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拿出第二个颜色 一定要记住 蜂窝针是针上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换第二个颜色 还是小便针内 一定要记住 然后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绕线插入同一个孔内 勾线 再次绕线插入 上一排的最后一针 相邻的小便针内 一定要记住 是相邻的小便针 串针过去 我们红色的线不用了 可以先拿到右手边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绕线插入同一个孔内 把线勾出来 然后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同时并为一针 再把固定针 然后针针 再次插入 上一排的固定针 相邻的小便针内 一定要记住 是相邻的小便针 然后把线勾出来 两个线圈同时并为一个线圈 再把固定线勾过来 拉紧 拉紧 然后我们每钩一排 都要用手来整理一下 从第三排开始 我们的第三排是插入 第一排的两针中间 除了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以外 钩第四排的时候 是插入第二排的两针中间 我们来示范一下 大家一定要会换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针 就像一个一个的V字 就是这一个V字勾完了 在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换下一个颜色 这里就是学习换线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只有第一排 和后面的勾边方法不一样 后面的全部都是蜂窝针 还是在相邻的小便针内穿针过去 把线勾出来 来 勾一针 固定 绕线 勾针 插入 上一排的第一针 后面的小便针内 一定是相邻的小便针 我们这里第一针 勾针的地方永远是不变的 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排的第一针 相邻到小便针内 一定要记住 这里的插针位置永远是不变的 这里先勾的是一个长针 绕线 插入同一个孔内 把线勾出来 再次绕线 现在呢我们要勾入第一排的第一针 两针中间 一定要记住第一排的第一针 扒开 两针中间 前面四便一 后面二便一 这里这一针呢 拉的不要太紧 不然我们的鞋头呢 就会趴在那里 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次绕线 插入第二针的两针中间 换颜色的时候呢 是在我们这一个V字勾完了 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换下一个颜色 针边的方式方法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从第三排开始 我们的插针位置有所改变 每一次呢都是插在 第三排是插在第一排的两针中间 除了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以外 好 我们要换蓝色了 前面四边一 后面二边一 红色的 勾完以后 我们蓝色的勾了一针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红色的先拿到右手边 这样子斜面不会太厚 最后一针 插入上一排的最后一针相邻的小边针内 一定要记住是相邻的小边针 把线勾出来 前面四边一 后面二边一 然后再次绕线 插入同一个孔内 把线勾出来 三个线圈 同时并为一个线圈 然后在上一排的固定针 相邻的小边针内 一定要记住是相邻的小边针 把线勾出来 两个线圈变为一个线圈 然后把做记号的线勾过来 大家应该有发现不同了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第一针也就是蜂窝针的半边 然后我们勾的这里是长针 结束的时候呢 勾的是中长针 要注意一下 中长针呢 就是三个线圈 同时并为一针 长针呢 就是前面二边一 后面二边一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手 把斜面拉紧一点 不然我们的斜面就会太低 好 下面学习第四排 我们第四排的勾边方法呢 和第三排都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从第三排以后 到后面的勾边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呢 我们再次示范一排 先把线拉过来 在相邻的小边针内 插针过去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控制线的高度 和前面 保持一致 先勾一个锁针固定 绕线 勾针插入 上一排的第一针 相邻的小边针内 这里不管有没有插过针 一定要记住 是相邻的小边针内 相邻的 这里是一个长针 绕线 同一个孔内开始勾蜂窝针 这样的一个蜂窝针就完成了 现在是勾的是第四排 那我们插入的是第二排的 两针中间 也就是每一针的两针中间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同一个孔内 下一个孔内 在针的时候 拉得千万不要太紧 这个时候 我们把换线再次学习一下 当我们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拿出要换的颜色 直接挂在针针上面 穿入下一个孔内 针上面有四个线圈 前面四并一 后面二并一 我们一定要学会 换颜色的方式方法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蜂窝针 每一针都像一个V字 所以两针千万不要交叠在一起 一定是平铺的 这样子勾起来的鞋子比较漂亮 换线的时候 就是针上面有三个线圈的时候 拿出另外的颜色 然后每一次换完颜色 勾完一针以后 我们可以把不用的颜色 拿到右手边 再用夺线圈 好下面勾最后一针了 还是在上一排的最后一针 相邻的小便针内穿针 一定要记住是相邻的 也就是紧挨着 另外我们再注意一下 我们在勾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鞋垫勾到一起去了 前面是并一 后面二并一 绕线同一个孔内勾线过来 翻个线圈 同时变为一个线圈 还是在相邻的小便针内插针过去 把线勾过来 两个线圈变为一个线圈 然后把控制线勾过来 我们每勾一排都要用手来整理一下 让鞋头立起来 这样子我们四排就勾好了 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要两只鞋子同时勾 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法送紧不一样 所以在勾边的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鞋子两只大小不一样 或者是高低不一样 所以每只鞋子是勾几排以后 再把另外的一只鞋子勾几排 这样子发现高低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拆掉几排之后 重新调整一下 好下面我们就继续按照同样的方式方法 往下勾边 等一下我们再讲解下面的一个重点 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勾完几排以后 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鞋头必须是鼓鼓的 如果发现太低了 说明我们中间的这一根线拉紧了 如果发现太低了 我们就拆掉几排 重新勾一下 另外两只鞋子一定要同时勾 这里我们学习下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的鞋子两边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勾完几排以后 就会发现两边的高度不一样 像这只呢 是右手边低 左手边高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低了一边 就要空一个孔固定 同样的 如果是另一只鞋子 左手边低了 右手边高了 那我们高的一边紧挨着固定 矮的一边 空一针固定 就是不论是哪一边 低的一边空一针 高的一边不空针 一般调整一到两排 我们两边就平行了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另外 我们空针以后 我们的插针位置不变 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里我们空了一针 钩边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插针的位置也不变 也是上一排的第一针 相邻的小边针类 一定要记住 不论是空针还是不空针 插针的位置不变 勾边的方法也是不变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严格按照图纸上面的色块 来进行换颜色 我们下转的位置不变 这里插针的位置不变 为了和对面平行 我们这里不控针 还是在相邻的小边针内固定 每勾一排都要用手来整理一下 当我们两边平行了以后 我们就继续往下勾 等一下当我们的鞋头勾到了我们的需要的高度以后 我们再学习朝后面拉弧度 中间部分呢 我们就按照同样的方式方法往下勾边 一定要记住 注意两边的平行以及鞋面的高度 同时一定是两只鞋子同时勾 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的鞋子达到了我们需要的高度以后 我们就要控一个孔固定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松紧不一样 而且脚的胖瘦不一样 所以这里是具体到第几排开始控针的 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脚型来决定的 当我们确定了高度达到了我们需要的高度以后 我们两边同时控一针 在第二个孔内固定 另外我们在勾的时候两边还要保持平行 还是用同样的办法 如果一边低了一边高了 就是低的一边控一针 高的一边不控针 让它平行的情况下同时控一针 另外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当我们的鞋子高度达到了以后 并不是每一排都要控一针 当我们发现我们侧面的坡度太长厚了 或者是我们的鞋面太低了 我们都不要控针了 所以这里是隔一排控一针 还是每一排都控一针 主要是根据自己的鞋面高低来决定的 下面来示范一下 这是第一个孔 这是第二个孔 针边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穿针位置也不变 上一排的第一针 相邻的小便针内 中间部分我们快速勾完 我们快速勾完 我们最后一针插针的位置不变 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排的最后一针相邻的小变针内 因为我们两边现在平行了 所以这里呢我也空一个孔 在第二个孔内插针过去 好后面部分呢我们就一直按照同样的方式方法 每一次都是空一针 一定要记住如果发现我们鞋子又太低了 那我们就不要空针了 另外如果我们的坡度太超厚了也不要空针了 所以这里呢我们在勾边的过程中一定要及时调整 等一下勾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学习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只鞋子勾完了四分之三留四分之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再勾了 这里具体是多高的话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脚型来决定的 因为每个人的脚型胖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脚型来决定 所以这里的图纸能勾完呢大家就勾完勾不完呢也没有关系 如果勾完了图纸还不够的话我们可以上面再加几排都是可以的 总之一定是勾满整个鞋底的四分之三 一定要记住 然后勾完了以后我们留下要勾的颜色把我们的控制线 也就是压在里面的这根线把它剪掉 只留我们收口的这根线 好下面我们统一来学习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勾拖鞋当中最常用的短针收尾 分为两圈第一圈全部勾短针 还是在相邻的孔内固定 一定要记住是相邻的孔 注意一下控制线的高度 一个锁针 下面全部勾短针 第一针我们插在上一排的固定针和第一针中间的大孔内 一个短针 然后第一针的两针中间 短针就是把线勾过来以后 直接两个线圈变为一个线圈 然后下面勾入前面一排的两针中间 相邻这一排的两针中间 相邻这一排的两针中间 相邻这一针中间 好我们把这一圈快速勾完 按下 III? 羽毛小针的两针中间 我们朝前一沾 这个时候我们把不用的线都剪掉 一定要和对面平行 然后我们把线圈拉大 把毛线掏过来 拉紧 如果还有别的颜色的线头 我们全部把它剪掉 藏在枝片里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把毛线拉到右手边 然后再勾一圈短针 还是在相邻的小边针内插针过去 注意一下控制线的高度 然后每个小边针内再勾一次短针 每个小边针内勾一针 好 我们快速剪完 我们针好了以后 继续和对面保持平行 把最后一个线圈拉大 把毛线掏过来 拉紧 然后剪掉 把线头藏在枝片里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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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系列的拓鞋就割好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家的视频 记得一定要记事关注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